中二職棒年度頒獎典禮即將登場了 今年中職是最佳新人獎的競爭 是空前的紀錄 對 那至於壓軸的最大獎 也就是年度MVP 神拳林一拳能夠三度獲獎 還是他的隊友高國輝 傷予付出半個球技就可以獲得殊榮 答案明晚揭曉 每一次接球 每一次揮擊 都用盡全力 LAMIGO桃源隊外野手藍銀倫 蔡鳥年就站穩先發腳步 也博得拼命三郎的美名 本季88場出賽 他繳出3成39打擊率 同時也具備關鍵一擊 和長城炮火的能力 亮麗的成績 使得藍一輪成為中華職棒 年度最佳新人的熱門人選 同樣用美季擄獲球迷的心 意大內野手林薇婷 用攻守俱佳的表現 這名菜鳥也能出頭天 林薇婷全年92場先發 還能維持三成以上的打擊率 怎麼看都不像是職棒菜鳥 像那一身一次的新人王 也有不小機會 不讓野手專美於前 投手也有超級新秀 LAMIGO桃源隊的鄉長 陳雨薰勞苦功高 貢獻全聯盟最多的65場出賽 拿下30個中繼點 遙遙領先其他投手 是球隊上半季瘋王的重要功成 另外強力左腕 一大犀牛的黃聖雄 本季送出119張老黑 奪下三陣王頭銜 而且只差一步就可以成為 史勝級投手 除了這四位菜鳥 今年總計有八位球員 要角逐新人王獎項 競爭空前激烈 結果沒有辦法接到 由媒體票選產生獲獎人的 還有最高榮譽 年度最有價值球員 去年得主一大神拳林薇拳 雖然沒能重現上一季 安打全力打打擊三冠王的風采 但多項指標數據 都高居聯盟前三節 也獲得贏棒獎的肯定 若能達成連霸 林薇拳將成為史上第四位 連莊MVP的球員 也是第一位三度獲獎的選手 不過神拳最大的競爭對手 就在自家休息室 胡金龍囊括打擊王漢安打王 高狗輝更是強勢付出 才半個球技 就一舉超車轟下拳雷打王 兩位隊友的獲獎呼聲 也居高不下 此外中信兄弟王牌鄭凱文 擁有最多勝和最低防禦率 桃園終結者米吉亞也繳出 近乎完美的關門表現 較近終止25年的MVP 降落誰家 5號晚間寫小答案 回見千里兩人傳送直播